欢迎大家订阅星电视频道 总编辑时间亲切回应 VIP 互动机会 快加入星电视 YouTube 会员吧! 第二节讲讲乌克兰的新发展 俄罗斯军队从基辅撤出后 乌克兰当局声称在基辅周边城市布查市 发现四百多具被俄军屠杀的乌克兰平民 尸体还发了一些视频和照片 显示有图有真相 一时之间西方国家纷纷谴责俄罗斯的暴行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穿着被打衣 亲自去到报查市看过 说这是种族灭绝罪 但是美国总统拜登 则罪减一等说是战争罪 无论什么罪总之都是罪 但是俄罗斯似有否认 说不过是乌方摆树 再装 叫人 并且提出准去 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调查真相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罗斯 也认为有必要进行独立调查 奇怪的是 俄罗斯两次提出这个调查要求 都被安理会这个月的 邻职主席国英国拒绝了 乌方发出来的这些视频和照片里面 那些躺在街头的人 是不是都是平民 是不是都是乌克兰人 是不是都是死了的 是不是都是被俄军杀的 这些疑问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答案 认为是真的 理由一条就够了 俄军是残暴的 他们刚刚撤走 就发现通街死尸 空手不是他 还有谁 而质疑其真实性的 就提出一大堆疑点 为什么这些沉思之处的地下没有血迹呢 为什么这些视频和照片都不拍死者的面部呢 为什么在视频中看到有些死尸还会动呢 为什么俄军案计划 施施然撤退之前 不懂得处理这些尸体 这么轻易留下这么明显的证据受人疑病呢 起码到现在为止 这些视频和照片的真假 双方提出的理由都未得到证实 都仍是罗生门离 既然是这样 是不是应该马上先查一查 才找出真相呢 那谁来查呢 联合国自然当仁不让 但问题来了 两次提出要求撤查的 竟然是被人指控为兇手的俄罗斯 难道他们真的自信心爆棚 觉得自己做出这么大宗屠杀案 都可以不留下支书马迹 能够确保这个世界 没有人能够破到这宗案 更加奇怪的是 拒绝俄罗斯撤查要求的 竟然是联合国安理会这个月的轮值国主席 一直是俄罗斯敌对阵营的干将英国 难道背后真的有什么警局 按照常理 杀人者应该是千方百计地干扰调查 而执法者应该是坚定不移地主张进行调查 这才对的 现在为什么会反过来 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事出反常必有妖 如果我们反过来看一看 实在不能不怀疑乌克兰和西方国家 在这件事上扮演的什么角色 不久之前 乌克兰说 驻守一个海岛的一支乌军部队应勇殉国 还向他们颁发分枪 但是在俄罗斯方面发的视频 就看到这些被震亡的军人 原来是被人俘虏了 在战俘营排队领食物 还有 乌克兰方面说俄军炮轰儿童医院发了一张照片 一位人妇满面流血 护字张尖 瘡黄逃避 但是后来被人证实 是摆拍的 扮认 更加久远一些的 还有鲍威尔的洗衣粉 敘利亚的白头盔 难道今次他们顾忌重施 事件未得到调查 真相还未确定 当然不如匆忙落热论 但是现在看来 如果西方国家阻撓调查的立场不改变 调查大概率是不会得以真正展开的 真相也就永远都不会有 极有可能的结局 就是俄罗斯靠公开他们的证据 单方面来试图自我伸冤 但是西方一概不议 于是信者行信 不信者行不信 却之不了了之 5号 扎连斯基透过视频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 指控俄罗斯的暴行 呼吁将俄罗斯踢出安理会 如果他正是控诉俄罗斯 当然没问题 若国被人打去联合国寻求全世界支持 没什么不妥 但是他要求驱逐俄罗斯 就证明他大概未读过联合国宪章 连联合国驱逐成员国的手组 5个常任理事国 一票否决的规定等等 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都未知 搞到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要快要保获 在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 安理会驱逐俄罗斯是不可能的 最多都是孤立他的 如果扎连斯基只是要求驱逐俄罗斯 那最多都是证明他没有政治常识 但是他在安理会说话的语气 就更加证明他起码的政治智慧都没有 他质疑安理会的有效性 问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是不是准备接埋安理会先 听他的口气 好像他不是来求安理会 而是来责问安理会的 各位你们还想不想撈 更加不相信的是 他公然语无论次 把敘利亚、索马里、阿富汗、也门和利比亚 这些被外国入侵的事 拿来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相提并论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这几个国家 是被谁入侵的 听见他这么说 我估计美国和北约那些 心里面当然是骂到骂骂声 被人打到四处求救 还觉得这么浇关 奉旨 我一直以为大脆才会这么猖狂 这么恶 今天才知道 原来鸿鸟鬼命都可以大声夹恶 上一个在联合国用这样的语气说话的 是利比亚的领导人卡达菲 2009年他在联合国演讲 说安全理事会应该改名恐怖理事会 要求取消五个常任理事国 讲到兴起的时候 还撕烂了联合国血章 一场表演得罪了五个常任理事国 卡达菲最后是怎样的下场 大家知道 难道就得责任司机不知道 二千多年前 中国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 在他的著名论文《亡精》里面 列举了四十八个可以导致亡国的现象 其中一个是 《国小而不处卑》 《力小而不畏强》 《无礼而无大律》 《探别而绝交者》 《可忘也》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体量很小但一点都不谦卑》 《实力太弱但一点都不敬畏强国》 《没礼貌》竟然敢侮辱强大的邻国 又贪心又死牛一面颈 而且还不懂得和其他国家搞好关系 这样的国家分不分钟会忘的 二千多年的韩非这句话 简直就是专门为今天在扎连斯基领导下的乌克兰 度身而写的 自觉最讲究的是冷静 承认现实解决问题 就算做起一个好的演员 都要调整自己的情绪进入角色 这样才做得似无似样 扎连斯基是演员 扮过乌克兰总统的 做得似不似 我没看过他的戏就不知道 相信都不会参差 如果不是都不会全国出名 可以轻易就被人选上台 到现在真的做了一国总统了 在联合国这个真正的世界大网台上 连扮演中规中矩的政客都不会 竟然本色表演 无论出一副无乃的真面目 整个生骨大头菜 赠老爸老母买玩具得不到满足 就放大喉咙哭 点地不肯起身不得已 还骂全世界的人 包括自己的父母 用这么幼稚的手法来玩政治 很危险的 个人丢架无命是小 亡国灭族是大 大家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说 多谢大家